你一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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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小花 你今天怎么会这样 买了这么多榴莲糖 自己还不吃都给我们啊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我们关系好了 不过你怎么给了这么多呀 哎呀 这个呀 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舅舅给我的 像这样的糖呀 我家还有几十框的 小花 你就有个真大方 买糖都是几十框几十框的门 这样呢 因为我舅舅家 是开始糖果产的 他生产的糖果 肖像突然就不好了 卖不出去 所以就给我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舅舅厂里面 还有多少糖啊 也不多 就一千多框嘛 哎呀 你没太多了吧 是啊 现在糖果卖不出去 我就连工人的工资 都快结不起了 这也太可怜了吧 哎 小花 你可以让你舅舅 找小卖部老板呀 让小卖部老板 找你舅舅订货 我找了 他怕这个榴莲糖太贵 卖不掉 所以就没买 这样啊 哎 我有办法可以卖掉榴莲糖 什么办法呀 来 我告诉你们 咱们可以这样 哎 老板 你这里有没有卖这种榴莲糖的呀 这种榴莲糖 没有 我这有其他的 你要不要看看 嗯 其他的呀 哎呀 老板你不知道 这个糖呀 特别的好吃 吃了这个糖 就不想吃鸡肝糖了 哎 而且这个糖啊 现在特别的火 我在其他小卖部也没有找到 哎 不跟你说了 我再去找找 哎 哎 这什么是榴莲糖 这么火了 哎 老板老板我要买榴莲糖 怎么又买榴莲糖啊 嗯 我这没有其他的糖行吗 其他的糖都不好吃 我不要 我就要榴莲糖 我要五百个呢 五百个啊 没错啊 这个榴莲糖 多好吃的 我要多买一点 让我的同学 还有小伙伴都尝尝啊 嗯 嗯 你说这个榴莲糖 是不是绿色的 大概这么大 然后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榴莲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你确定能要五百个 我这次要五百个 不过其他人要是尝了 觉得好吃还会买的 你这里要是有的话 我让他们都来你这里买 有有有 不过现在没有 要不等明天 明天你要多少有多少 明天呀 那行啊 老板你千万别忘了啊 放心吧 忘不了 上次给我推销榴莲糖的 第二个榴莲糖 找到了 喂 你那卖的有榴莲糖 对对对 有多少 啊 我全要了 给我送过 老板 我们来买东西啦 你们来了 这是你们要的榴莲糖 我进来了 榴莲糖 什么榴莲糖呀 妹妹 你要榴莲糖的吗 没有啊 我也没有啊 没有 不是 你说的 这个糖 特别的火 你跑到好多小卖部都没有 你说的 你要买五百个 然后让别人尝到肉好吃的话 都往我这介绍的 这个 昨天想吃榴莲糖 今天表示了 对 这就是说 你们两个放下 反正片汤 全部卖了 还要请你们吃榴莲 随便挑 哇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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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